大家好,欢迎大家听这条政论的视频,后面一张图,没有纷纷, 不过都是一个很美的夜景,香港地,我们已熟能场,十一黄金周过去了, 今年都要总结一下,得出第一个总结,李家超就说很成功, 我都看过一下,你当去以前大大地,或者是女人街,或者是燃烧, 那来比较,那又不可以说他失败,又没有下雨,未来时刻会不会下雨就不肯定, 但是最少天宫最后美,还可以放一下烟花,放一下无人机, 就好像自己一闹那样,那很成功,是不是呢? 我随便举个例子,究竟一当,小贩在这儿,在湾仔区,他赚到多少钱呢? 一万这样来说,一万,但是多少钱呢?我想如果赚到一万元,他开心就瘋了, 一两个人,盈利如果有利润有一万,两个人分,每人分五千,很开心的, 你叫他长做长离咯,是不是?整个这样的,创造了多少钱呢?一个这样的虚似, 当他一百档那样,那都是一百万而已,创造了一百万的利润, 营业额,还是糖水滚糖鱼,就是香港市民某一些人,加少少外来的游客, 他们就合共用了一百万给这个,一百个小贩, 这样,我都没数过,多少档,大约是这样,两百个小贩,三百个小贩,三百档好吗? 这样都是几百万而已,一人,做到年底了,逢你八六佬做了, 那就是多少?几千万而已,就是营业额, 我们知道我们那个股市,千多亿一天,一个买卖不用那么多人, 几百个投资者就推了它上去,那没有,想找多一两百亿生意做,没有, 那你看看这些这么昂贵的租,一个大厦可能一晚的成本, 就是租都不止几百万了,那他们怎样呢?这些这么大商场, 那你是不是可以说这个纷纷是一个成功?那我不能够说你失败的,是吧? 那你成功和失败用什么能量呢? 例如这样,我去看过这个湾仔那个,整个湾仔海旁在哪里霸跪了一大截, 由金智英一路打到去,回展,金智英一路打过去,去到湾仔码头, 再过一些去到湾仔,即是那一段呢,当堂就不用被人走, 走都能走一大截,有一大截,即是一大截, 最重要的就变成一个虚视,那些是湾仔区,给湾仔区市民, 即是湾仔区的中产,那些休脾,是吧? 住在湾仔,很多豪宅的,湾仔,那你只是去花狗,那些小孩玩, 海滨跑步,是吧?照进一个很高级的休闲区, 令到那里的市值增值,那突然间整个小贩在那里, 那你不如就适当地找一条横街封了它, 就叫它搞这个,就是好像, 不,骚扰没有那么大,湾仔这么多街道, 适当地找一条街封了它,那我们走过去更容易, 我不明白为什么,好地地一个海滨,就是一个地方, 是被人做这个休闲的用途,其他那些都是这样的, 专门选择一些海滨的,那海滨我们现在, 花很多钱才装修,整理好它,是吧? 那你走过,看到有这样的海滨长廊, 你都觉得,我们的城市建设规划,移居都好了,是吧? 市民你看看,散步啊,放狗啊,一家大小啊, 吃完饭下来,吃粮啊,运动下,都是一个, 有人文艺表演,都是一个好的, 这些都是民间自发的,不是打造出来的, 现在打造就将它一切一切在那里,然后呢,就在那里卖小贩, 买熟食啊,鱼蛋啊,这些这样,就是, 集了,集了,整个集摊那样,那如果你这么说, 究竟你这个,纷纷的东西和振兵的那个经济, 有什么关系呢?请问,有几大经济效益呢?请问, 自己说说很有用,但是我可能想不到, 有什么特别的理由,高兴呢? 最糟糕你还是破坏了这个商业中心里面的一个重要的, 就是干干净净,不可以吵吵吵吵吵有什么, 就是,去到外国都知道了,那些什么跳组市场, 通常在星期日才给你开一开的嘛, 那现在都是星期六晚,星期日晚而已,是吧? 但是问题就是,那里不是跳组市场,不是郊外地方, 或者不是一个市场嘛,原来是海滨走廊的嘛, 那我真是不明白,选址啦,那当然啦, 这个选址在海边呢,有样好,那它放烟花啦, 跟着有无人机啦,夜空静啦,那放出来就好看些啦, 如果你在西洋赛街那里放什么无人机呢? 于是乎呢,就是这样啦,那我们都要很练实,硬静地面对啦, 现在香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不是? 没有GDP一样跌,楼价一样跌,卖不到地, 好像今年到现在卖了一幅而已, 那证费收入,现在就只是叫香港政府减这种税,减那种税, 印花税,那你知道印花税其实都是一个收入来的, 那减这些印花税是不是要,是不是要抽老人税呢? 就是不知道啦,是吧?究竟你无论叫减税, 每个人叫减这样减那样,那用什么代替它呢?不知道啦,是吧? 就是当然啦,他们会说,哦,行啦,你减了税, 你没了那些辣椒,那就会卖到地啦, 跟着地产会碰回啦,那就看一下是不是啦, 但是死都不肯,那当然啦,我都觉得, 现在再减辣椒就会再引致股市再跌,是吧? 就是不是油市再跌,也都知是方便有些人呢, 吹嘘这件事呢,纯粹是方便它呢,就是删些货, 那这个其实是很,心中有数的, 所以都不听那些地产佬,那些施永青那些, 一味吹嘘叫它减辣,过了年头可能有用,年头是对的, 可能是,看回头现在讲,事后很明啦, 现在呢,每天都跌的时候呢,你再去减辣呢, 或者是好像不着边际,同年说, 三千万个楼以上的物业,你才减印花税啦, 毫无意义啦,大家都知道啦,好像找些东西讲啦, 好啦,那这些已经是全部都是问题啦,很快又施政报告啦, 施政报告可以拿到些什么出来呢? 那当然大家都希望它又派钱,又花钱, 改善福利,那照计又不用预的, 没钱还说什么,离民纾困那些呢, 是不是有什么派呢? 这样,今年的施政报告,相信都是只是令到大家, 好没人啦,找些东西闹一下, 好啦,整个形势是这样啦,已经是十月啦,是不是? 进入十月啦,那本年到已经是最后一季啦, 三个月,容什么二日过去了呢? 那过去的一年,究竟不觉不觉,已经去了四分三, 那四十三里面,最多前三个月, 我们还是跟这个口罩令有些关系, 年头我们已经没有了这个盈余托腾症啦, 没有了,没有了限制啦, 那其实整年都没有了,但是呢, 经济又每日放月下,一路路路, 而去到现在呢,就突然间这两个月呢, 就是,自从,就是, 将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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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まあ,啊,的那奴那奴了, 七月做了一轮之后, 跟着到、 八月起啦,是 yapt,应该于开始了吹噓, 搞这个夜市了这样, 那我从来不知, 它那个KPI的标准是怎样的, 你,想着搞夜市, 可以增加了多少分亿能量呢? 可以增加多少, 就业就 是没了 好的, Olhaが according 但是anyway 那次都不是最緊張的一件事 最緊張的一件事就是 很明顯不用多久 就算到你這個施政報告不講 到你財政預算案二、三月 即是半年內 就要很殘酷面對 現在那個收入支出情況如何 如果還是很好的 我們大家都高興 老闆不高興 賺不到錢 他們還要面對外面在搞這些夜市 拉散了一點 可能花錢的客人 還出去光顧小販 又不進來大商場那裡閒框 更加不開心 這樣一回事 基本上 這麼多人形容這個夜市 最合當的一句就是廣東話的糖水滾糖魚 滾完了 十一黃金周滾了給你看 那下一輪是什麼時候呢? 下一輪要聖誕農曆年兩個大日子 聖誕新年和農曆年 是不是還是靠這些呢? 你說農曆新年 農曆新年有年宵的 聖誕節又不是很適合味道的 搞這些 但是都搞的了 我一直說 將這個街市的東西 就一直延續到明年的 延續到明年 十一、十二年 有三個月會繼續搞這些繽紛的事情 你說完全沒有用 我也不會這麼說的 我去現場看看 都有一家大小的基層市民 在香港去其他地方又沒有錢了 可能連回大陸都嚴宵費貴了 就近來在那裡走走走這些新田地、大甩地 我們小時候去走走的作用就是這樣 走走走這些平民夜總會 是不是? 那你為什麼沒有了呢? 我就想問 除了廟街好像還有 一直都有 但是中環的大陸都沒有了 全香港只有一個廟街 因為這些東西其實不是經濟旺盛的表現 反而是貧窮的社會才出現 是讓一些小市民可以不用錢 或者花費很少 有一個消費、娛樂、閒礦的地方 那就是為之這樣的夜市 是不是? 那外國 外國的那些跳祖市場 那類的 我們叫 Sunday market 其實它的作用都是這樣 所以那裡也不會有貴的東西賣 當然 除了賣食物 賣一些濕性的東西之外 也都不會賣一些貴的東西 那些貴的東西當然在大商場裡面 是不是? 而可惜大商場就眼光光 我到現在都不知道 你這個香港政府有什麼辦法 可以令到他們可以活回經濟 那是不是這麼悲觀呢? 的確是沒有什麼很樂觀的 那你問我個人 我一直 最大的因由是國安法 那如果可以的話 取消國安法 不是解決一切問題 但是舒緩一定有作用的 但是願不願意這麼做呢? 我就不知道了 當然另一個 筆都搞不定的時候 那其實 現在一年零六三個月而已 是不是要換特首呢? 那如果 李家超不想被人換 是不是他要 換他的管治班子 要加多些財經界的人下去 懂經濟的人下去 協助他 是不是? 搞回那個經濟了 這個一定是領導人的站 我們所有人都知道 阿超是拿槍出身 他一定不懂經濟了 但是作為領導人 你不需要懂的 那你懂不懂找人呢? 是不是? 就是說你現在這個班子是做不到這件事 那無論是 無論是 無論是 阿超自己 或者是夏寶龍 或者是中聯版 總之 港澳版裏面 負責經濟的人等 那你都要面對這個嚴峻的問題 香港本來是賺錢的地方 現在呢 就是 阿超沒有錢賺 沒得貢獻 就漸漸好像開始要有赤字了 這樣就可以赤字了多少年呢?這樣 這些全部都是問題來的 而這個問題呢 當然我們 我個人就一向都認為 你最少開始要取消國安法 換了李家超 就算不換 不要經常說我顛覆要換這個特首了 那阿超你是不是要換下面那些財經官員 換一個班子 令到香港人有信心 提出一個方案 令到怎樣在經濟上 香港可以重新振興 是不是? 如果你現在這個班子 說不出一個所以然呢? 那你就要換一個班子 由這個新的班子 告訴我們香港人 就是我們的財經 我們的路線 將會是怎樣走 用什麼方法 是不是? 是不是我們出來晚黑 看看煙花 吃一下魚蛋 那我們就怎樣呢? 是就很簡單了 我相信香港人都樂意 不介意出來走啊 是不是這樣就解決我們那個經濟問題呢? 那大家 我相信心中有數啦 那好吧 我就說了 如果你不能夠解決到這些這麼嚴峻的問題 那要不你自己靠哪一站 要不你換了自己那些負責財經的官員 就是重組政府 一年都是時候啦 已經過了一年了 就算不是 給你多三個月 你開始想著的了 是不是? 那如果在外國來說 正常就要是這樣做的了 不是呢 就 政權不穩的了 是不是? 因為人們看不到希望 香港人看不到希望 是不是出來示威遊行呢? 又不行 那就更加是兩樣東西啦 要不是向外走 要不就什麼錢都不用啦 是不是? 留一點錢啦 因為預期整個社會都不好的時候 當然是所有 將錢留在自己的袋子裡最安全呢? 其實現在就是這麼簡單啦 所以呢 開始可以檢討了沒有? 但是這個事情紛紛 是不是? 但是似乎阿超等人沒有檢討的心 還是說很成功 我們看見這樣也只能夠嘆息一句 是不是? 好了 這條片講到這麼多 多謝大家